星期三有司機在Davis市80號周濟公路上 故意撞向一輛加州公路巡警的巡邏車 導致兩名警員受傷 根據CHP星期四發布的一條行車記錄片段顯示 事件發生於3月13日下午3時38分左右 一輛巡邏車正停泊在Mays Boulevard以西的80號周濟公路 東行線的右邊路肩上 一輛白色的汽車高速逆向行駛撞到巡邏車 邵氏車輛在慢烈的撞擊之下飛到空中 然後翻側倒下 疑犯已經在現場被即時拘捕 並且登記在YOLO縣監獄 當局表示當時有兩名警員坐在巡邏車裡面 兩人均有系上安全帶 事件導致他們受傷 需要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